在这儿我们发现了一种植物 比较怀念 前小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用它来做成那个爱 那个爱爸爸 这个糯米爸爸 我们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说的呢就是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它的药名呢 叫做西叶树曲草 在我们当地呢 都叫它白头爱 因为呢 它的 靠近顶端的部分 会有非常明显的白色绒毛 可以看到一丝一丝的绒毛 非常的多 非常的明显 白色的 所以呢我们也叫它白头爱 它的花呢 是黄色的一处一处的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些呢都是它的花朵 也是非常的细小 它的叶子呢也是比较细的 单叶 互生 然后叶片 上边也是会有一些白毛 包括了整个这个 根莖呢都会有很多的 白毛 只是越靠近上部的 毛呢就会越密集 然后就会颜色会越白 小时候呢 我奶奶经常会摘这些 这种植物的嫩苗 做成那个糯米粑粑 非常的好吃 但是因为它做出来的粑粑呢 会比较坚韧一些 所以后来都用那个艾叶代替了 就很少会用到它 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 对它的味道情有独钟 所以特地去找它 来做成那个艾叶吧 这种植物呢 它的腥味比较平革 可以清干凌目 活血力量 所以呢 也可以用于一些结膜盐 或者是比较轻微的尿路感染 但是尿路感染的话 其实我们很少会用到它 只不过呢 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认识一下这种植物 它是有这种功效的 好了 关于这个 食肌草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 它的实用办法 我刚忘记介绍了 就是也是用10克左右这样子 水煎就可以了 它的腥味呢 比较平和 所以呢 没有多大的经济 好了 关于这个植物呢 我们就暂时先 撤到这儿